是早上6点钟 放眼望去一座山头都是茶 茶园业者用手机拍下自家茶园 把影片po到LINE官方账号 更在2022年拿下阿里山春季高海拔 优良茶比赛投三奖 没想到现在被检调查出 涉嫌用越南茶混冲赚取暴力 检调单位带人到台中的公司搜索 茶扣多箱茶叶 但实际回到店家访问 员工只强调老板人不在 这间知名茶行是有占星男子与妻子 共同经营 检调查出他们以平均 每台金200元买越南茶 假冒阿里山高山茶来卖 每台金售价800到1500都有 一共销售28600多台金 不法获利粗估将近2869万 200已经得到重业 行政院茶叶改良厂表示 种茶技术日新月异 用肉眼几乎分辨不出台湾茶跟越南茶 必须透过多重元素分析 才能判定茶叶是百分之百台湾茶 还是有混进外茶 而这仪器目前只有改良厂有 台中检方将茶叶送去产地鉴别 发现通通来自越南 业者坦诚从国外进口后 叫员工帮忙包装 但这行为涉嫌触犯虚伪标记诈欺 从中依诈欺取材罪起诉 另外今年元旦起国产茶 需有溯源资讯标示 来保障消费者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民生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民生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